好冷哦 车上都有个积雪了 温度一下子降低了差不多10度 就昨天开始下暴风雪 但是它没有说是下上一晚上 就猛了那么一阵子三四个小时嘛 还行 我昨天是早上天气好的时候 我到那边那个口腔医院 预约了一个今天早上洗牙 现在8点多钟我就赶紧走过去 因为预约的是9点 哎我很纳闷的 这个他们周末啊9点钟上班嘛 还是那个前台傅由我来 哎好久没洗牙了得洗个牙 然后再跟大家聊聊关于牙齿的问题 到了就在这里 距离我们房子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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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需要等一会儿就 这个笔好像是坏的吧 这个笔好像是坏的吧 我只是洗个牙呀 又不是结婚 结婚有这么复杂吗 咱也没接过呀 也不敢说呀 哇 这个笔不像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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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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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好像等了半个小时 这个可以啊,这医院 嗨,早上 这是医生 好久没有看牙医了 在非洲我倒是不敢看 反正看出个医疗室 我们的牙齿 还行啊 我的牙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但凡 有这个效果,都得感谢我爹 小的时候给我偷做了大量的钱 真的,我这个牙好几万呢 就是从小看牙医 可以矫正戴牙套 然后牙套戴了三年 然后保质器戴了两年 然后又是各三叉五去医院各种 好的,好久没了 好久没了 早上,工丝靠牙和医疗丝靠牙 早上 就有视频 你去錄製嗎? 沒問題 謝謝,醫生 我認為當你洗澡 我认为你很厉害 是的,很厉害 你明白吗? 是的,是的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这些问题有些问题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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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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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你做了 你的鼻子会轻松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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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 但是我的鼻子需要轻松 轻松 对 就是刷牙的时候慢一点 如果你的鼻子会轻松 你的鼻子会测试 你知道测试吗? 是的 看一下 洗瓜的牙齿 我洗牙呢 是 不会有说是什么 不舒适的感觉的 几乎没有的 因为 我经常洗啊 我的牙齿呢 之所以这么好 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都看牙医 这再次感谢下我老爹 因为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真的是看牙医 真的好贵好贵 尤其是矫正牙齿呀 然后折腾了好几年 真的是花了好几万 真的蛮贵的 我觉得 现在就说一下 我的这个 就是 如何这个 爱护牙齿的 因为刚才医生呢 给我洗完牙 让我每一颗牙都检查过 是吧 他告诉我 我的牙齿非常健康 也不需要补 也不需要任何 是吧 我告诉他 这有一颗 不能有问题 因为我就害怕这一颗 就是那时候 去年在那个 就出车祸 在塞南加尔出车祸 他把我这两颗牙 撞得有点松 当时我就很担心 只不过在非洲 我不太想看牙医 结果呢 经过了好几个月 就是他自己就生长 然后又兼顾了一点 然后今天检查我呢 这个也没有问题 我也不需要补牙 我呢就是看牙医 那个时候我的牙齿也不是很好 就是真的不是很整齐 我大概拔了六颗牙 六颗牙 这一颗 这一颗也一颗牙 拔掉 流出来空位了 这几下对应的 下边这颗牙也拔掉了 这一颗拔了一颗牙上眼 然后下边也拔了 一共现在是说拔了四颗牙 我当时拔牙真的是 这师傅 各种什么工具都有 你知道吗 然后就 小的时候我真的是胆子大 完了四颗牙以后呢 我就戴牙套 就是戴那个钢丝戴牙套 戴着牙套 就通过两三年的牵引 就成了现在这样子 那个时候一个月看一次牙医 有的时候半个月都要去一次口腔医院 这只是说是口腔医院的费用 只是直接费用 其实间接产生的费用 就比如说我要搭车过去 有的时候 就是我爸妈搞不懂 我爸妈又要开车过来 然后开车带我去医院 然后要沟通 怎么样子 这种费用真的是 就不好算了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到了旅游 我们全家可能去哪个地方旅游 结果呢又要带上我的牙齿的模型 要带上片子 然后到了这个城市的专科医院 然后就给我医生打电话 你看你有没有同学或者是熟悉的医生 你给他讲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又去那边医院找人家 找人家 然后给我看一下牙齿有没有问题 有的时候 假设上面粘的那个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牙套 掉了一个 哎呀拉起了 高四级知道吧 然后又又又又要过去 到医院 然后又重新做 麻烦 然后是不是他还要做个齿膜 那个时候 拔了四颗牙以后呢 我就开始矫正牙齿 矫正了两三年 但牙齿整齐了 我又带了大概就是一年多 两年的保持器 那时候大概带个保持器 最后呢 还有两个牙齿这儿 在后边是智齿 我当时智齿呢 是长得瞎长 正常的你看牙齿是这样子 穿出来的嘛 我那个牙齿是这样子 就那个智齿是这样子 然后我的医生说 等它长出来以后呢 我就给你拔掉 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始长出来 最后呢随着我年年龄的增长 就是我越长越大 然后那个我那个牙齿就 就这样斜着长 医生就说我必须要拔掉 不然的话它一生长 就把旁边的兄弟给祸害了 然后你想吧 你好好的站着 旁边有个人拿脑袋一直顶你腰 你也受不了 是不是 就把这两颗牙也拔了 然后就差不多了 给你拔了六颗牙 这辈子也算人才了 而且我这颗牙我给你讲 到时医生都想加钱的感觉 因为拔一颗牙真的是要小一千块钱 好几百大几百呢 我那个牙还是两个勾 这样子 三个两个勾这样子弯着的 勾在里头的 哇这个医生最后把我牙齿 最后破碎以后 拿那个镊子把那小小勾子揪出来 他自己看了一眼都觉得好难 然后呢牙齿就一直保持着刷牙 然后洗牙 然后就是我不抽烟嘛 所以说我的牙齿也非常好 还有就是我从来不就是说 用特别冰的水来漱口 因为你这样子容易牙硬萎缩 也不用特别烫的热水来刷牙 因为你这样子容易把这个牙齿 这个牙齿这一块搞发炎 是吧 就是说我们刷牙呢 一天至少要两次甚至三次 记住啊 两次三次刷牙 这样子你的牙齿才健康 怎么一个刷牙呢 刚才医生呢 告诫我就是说 你刷牙可能还是要再轻一点 怎么样子的 这样吧 这也是我的一个毛病 因为有时候改不掉 再加上我现在用的电动牙刷 所以说 我决定还是再换一个更高级一点的牙刷 我们刷牙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我先说时间啊 就是教你们如何刷牙 刷牙那是有误区的 很多人呢 早上起来 睡起来了啊 我要我要刷牙 就是 这一段呢 我并不是说是讲给这个 呃 就是这些大哥大姐啊 是吧 就是 我是讲给你们的小孩的 是吧 就你们听了以后呢 你们先想办法要求你们的小孩 然后爱护牙齿 因为可能看我视频的年纪 可能都跟我父亲那么大 也差不多 可能很多都是 所以说 我估计你们的牙 你们都没写 没指望 知道吧 就是说 现在是好好刷刷牙 健健健康康的 但是呢 从小呢就是说抓小孩 知道吧 小孩的这个牙齿 养成的这个习惯 还就是都看牙医 最后矫正也好 拔牙也好 补牙也好 都是从小的 真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的好牙齿 说是哎呀我这三十多岁了 我突然想到我好好地爱护牙齿了 四五十岁了我好好爱护牙齿了 我就能有一口好牙 不可能的知道吧 都是你从几岁十几岁开始 就是种下的这个婴到现在 看到没有 三十多岁有这个果 是这样子的 这些年吃的这个苦 花的这些钱 知道吧 都真的是很难 现在继续说刷牙啊 就是你让你的小孩 或者是你知道吧 早上起来呢 不要说是立马吃饭 说错了 就是不要立马刷牙 就是你早上起来呢 你先竖个口 口竖下去行 然后吃饭 吃完早餐以后呢 再刷牙 懂了吧 这样子你在出门也好 去上课也好 你的这个口腔 是能保持至少四五个小时清洁 直到中午饭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口腔是安全的 我们属于这个安全状态 就是环境健康的 因为你刷了牙 然后呢再去吃饭 然后你吃了饭最多再竖竖口 你再怎么竖口 那个食物残渣 面包渣呀什么面条 中国人又吃面条 尤其是面条 你吃了那个面条 那个面条有粘性 它就会粘到这个牙齿的各个角落 竖口竖不干净的 而这个面条呢 你们也知道 最后呢 在脱液淀粉煤的这个作用下呢 都会变成一种糖 然后它这个糖啊 就像军队一样的 刷刷刷进攻你的牙齿 知道吧 最后呢 让你的牙齿 就是表面这个牙幼稚被它 就是吃的差不多了 进攻你的这个齿 然后最后呢 你就成了一个取坏 尤其是这个 这个牙这里边有这个黑的 这就叫取坏 就很容易 知道吧 就变成蛀牙 就这样子 早上呢 先竖口再吃饭 再刷牙 然后中午呢 有的时候 其实上学 小学啊 就是说小学学生啊 如果说 生活作息比较稳定 都是在学校家庭之间 你可以在学校呢 给你的小孩准备上一套刷牙的工具 然后有一个小盒子装上 知道吧 就是说牙膏牙刷 然后让他吃了中午饭呢 能找个地方刷个牙 这样子的话 他的牙齿呢又清洁到晚上 晚上呢 吃了饭以后呢 如果说你还要吃点水果 那你就 吃了水果再刷牙 如果说 你觉得 哎呀我是不是还吃宵夜 这个时候你就很纠结了 知道吧 就尽量的呢 吃了饭以后呢 尽量的再 让这个嘴 嘴啊 保持干净啊 就是 早一点 就吃了饭以后呢 吃点水果 就差不多了就行了 赶快刷牙 刷了牙以后呢 就不要再喝 甜的东西 就包括果汁 我们现在那个果汁啊 就是很多都是加了糖 有糖的 你就不要也连果汁都不要喝 最多就喝清水 就是白开水 就喝清水就行了 这样子的话 你到了晚上睡觉之前呢 你这个牙齿也是干干净 干干净净的 你想吧 你睡觉之前 你的口腔是非常干净的 到了你早上起来 你肯定啊 口腔是干净的 所以说早上起来 说出口就吃饭 是吧 就不要觉得 哎呀你这很多很多小很多家长教育小孩 就说 哎你怎么牙都不刷 去吃早餐 是不是 这就是错的 就是说 有的人的牙齿 从从早第一天开始就是错误的 好了 刚才呢 我跟医生啊 借了一个这个齿膜 你看他们 他们这边医院做齿膜还是蛮正规的 像我们那时候做的都是石膏的 你看就是树脂的 我给他 我给医生 大家呢 借来了一个齿膜 现在呢 教一下大家如何刷牙 真的 你们 如果听进去了 然后也教小朋友 把这个牙齿的这个正确的步骤啊 学会 基本上没问题 当然了也要看牙医啊 我这是二流牙医 首先呢 牙刷我建议是买的是小头软毛的 一定要轻 一定要软 一定要慢 当然了 有的时候我也做不到 但是呢 我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只不过医生 毕竟人家检查完以后 看你一口牙齿非常完美 好歹多歹得盯住几句嘛 是不是 其实这我都知道 你放心 知道吧 然后呢 你看这张嘴 我们先刷下面 你这个牙刷啊 假如用到这儿 这是我还没借来牙刷 实在不好意思 这就当牙刷 看 牙刷你贴到这儿 我们刷牙呢 是贴合这个牙银 看到没有 牙银和牙齿 这个 这个这个位置 为什么呢 你要想到你这个牙就像一颗茁壮成长的一颗小树苗 知道吧 这个牙银呢 就是土壤 知道吧 你要是实不实的把你这个小树苗周边的土都刨开 是吧 也就是它营养跟不上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说是用特别凉的水刷牙 这样的容易引起牙银萎缩 懂了吧 你看我们拿这个毛刷刷刷这个位置 就这样 你站你站到一个位置以后你就这样的稍微磁两下 轻柔的磁 知道吧 而且是这个角度呢 是切进去的 就是这个牙银和这个牙齿这样切进去 让这个毛呢 能稍微切进去这样的刷 就这样的刷 刷两下以后呢 你再刷两下以后 你再往上一条 刷两下往上一条 为什么呢 刷两下你这个动作不要太大 刷两下幅度不要太大 你不要说是跟拉大剧扯大剧一样 刷刷刷 你这不在走死 真的人在走死 刷刷 这样子真的不行 就是 就这样子 刷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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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往上一条 为什么一往一条 我们这个牙齿是有缝的吗 是不是 有缝的 你往上一条 就能把里头那残渣实或什么 挑出去 是不是 这样子一刷一条 一次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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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都都都转一圈 有没有 转完一圈呢 在外边看 这位置也一样的 这样斜杀进去 一次往下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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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转一圈 好了 这个呢 这是正面啊 我们还有就是很多人 只知道牙齿有三面 很多人呢 刷两面 你这不是有啥用啊 知道 就跟那个洗车样 你只洗外边和这个不洗里边的 那么你看 这边是咬合面 看吧 咬合面呢 我们就正常的 就这样 这样子这样子刷 这个都简单啊 好了 现在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刷这个 刷这个叫做舌台面啊 舌头这一面 一般拿个牙刷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的 这样的 伸进去 先刷呢 这里边 这里边 这里都要刷的 不是说是你以为 你以为这个 就是 牙齿损坏从哪开始 很多是从里边开始 知道吧 就是先刷这儿 然后到了这儿了 这样的力气 这样刷 这样刷 这样 这样 你要把这三个面都刷到 而且刷牙不要着急 很多人刷牙 可能早上起来 可能吃了早饭 又要去赶公交赶地铁 或者是要去上班 或者送孩子 或者是小孩 不要着急 我跟你说 真的 每天起早一点 刷牙 刷仔细一点 然后我就给你建议 就是小头软毛 还有那个牙膏 不用买 说是多贵的 知道吧 你这个多贵的牙膏 如果说你没有养成良好的一个爱护牙齿的一个习惯 都没有任何用 就是你要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你会刷牙 你还会爱护口腔 就是说你知道什么东西该吃 什么东西不该吃 什么时候该吃 什么时候不该吃 就是你都了解的话 你比就是说是不是说是你用五块钱的牙膏 或者是你用一百块钱的牙膏 那五块钱肯定是比你一百块钱的好 就这么意思 知道吧 主要是靠刷牙和爱护牙 平时 不要说是到夜市上去 然后喝个啤酒 拿那个牙齿 是不是开啤酒盖 我每次看到我都害怕 我说这个要出人贴多少钱 你看过牙医 你知道牙医钱都是心疼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拿小孩的牙碎钱去给他看牙医 他从小就知道了 这招可以 反正也是让他受益 钱存在干啥 多看牙医 还有一个保护眼睛 一个保护牙齿 因为一个人的牙齿 要是健康 相伴你到老的话 寿命你都能延长十来年 你想吧 老了以后 你孙子是不是 我给我奶奶买个猪蹄 回去啃一下 然后另一个 我奶奶估计牙不行 只能买个好考虑素 就是你老了以后 你的牙齿 什么样一个情况 决定于你的生活质量 真的 只要你正常的什么退休啊 和什么面子 然后吃点什么东西 是不是 老了以后不就是为了口吃 反正我现在已经是想到老了 知道吧 还有呢 牙齿啊 就是小 我现在只说小猴了 因为大人那一头 已经是管不了了 你知道吧 只能说是 就是你们刷好牙就行了 现在就说管好小孩 小孩啊 从小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 你们就要看牙医 不要说是哎呀 这个小孩 现在还在换牙 有没有长出横牙 可以不用看了 看牙医这么贵 不要不要这样想 就说 他小的时候 开始长牙齿 或者怎么样的 长得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要给他看牙医 然后横牙开始开始 一个一个长 开始掉牙的时候 也要看牙医 然后牙医呢 盯着点 还有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把这个 叫做齿窝 分闭做掉 几岁的时候 像我以后的小孩 牙齿绝对好 你看这个齿窝 我们说这牙齿的窝 可以做个分闭 就相当于是给他 涂了个保护层 让这家伙 几乎是这辈子 蛀牙是有点难 知道吧 然后呢 嗯 如果牙齿不正齐 是不是 怎么样子 都要做一下 然后最后 一颗好牙齿 真的是需要 家长小孩 从几岁 十几岁 到二十几岁 这二十多年前期的 一个就是投入 钱也好 精力也好 最后呢 让这个小孩呢 养成了爱护牙齿的好习惯 最后保持一身 嗯 嗯 真的好难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 真的挺感谢下我爹的 这个 这个得感谢下我 我爸 因为我妈那时候说 这么花钱 当然了我妈也没有太反对 最后也是认栽了 她觉得 哇这个好贵 越好越贵 主要当时是我爸 确实是能看出一点 还觉得 确实是 该投入的还是得投入 最后呢 我做出来以后 就是我牙齿都会好以后呢 我妈就 又带着我妹妹 我妹妹也是 嗯 看牙医看牙医看牙医 所以说呢 嗯 我们家 就是 两个小孩 我 我们牙齿都非常好 知道吧 我我我妈 现在应该能反应过来 知道吧 当时如果不投资 是吧 我现在牙齿可能乱七八糟 知道吧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然后我呢 反正就是非常注意我的牙齿 还有就是我的眼睛 咻咻咻又是 好 就这样子了 在这里呢 真的是非常感谢下我 我爸我妈 但从小 没给我少花钱 所以说呢 能让我现在有这么好的一口牙齿 至少说是现在你随便找个医院 洗个牙 让医生检查下我的牙齿 医生都会说你的牙齿非常好 非常健康 然后刚才跟他又突然去聊天 他说我也能看得出来 你从小就是嚼正了牙齿 就这样子了 拜拜 洗牙的费用呢是五百块钱 还可以 拜拜 走了回去了 这个视频呢有点长 有耐心的看完 说不定能改变你小孩的一生 就像我一样的 哎呀 牙齿健健康康的 你看随便找个医院 一检查 磨的问题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